来为他加油 现在他已经在湖北的体育局担任官员 但是仍然保持着非常好的一个竞技状态 他也说这个全运会将是他作为运动员的身份 最后一次在赛场亮相 因此很多他的球迷都非常地珍惜这一次的表现 今天跟他格网相对的曾经是他的老搭档陈叔 陈叔和赵云磊曾经搭档获得过世锦赛的女双亚军 这也是陈叔职业生涯中的最高的一个成就 但是在上届全运会之前 陈叔因为膝盖的手术而退出了国家队正式的退役 那么现在跟他搭档的孙晓黎 也是1984年出生的一名老将了 两名选手的他们左膝关节支撑腿 都是打了很厚重的包扎 这两位选手一个87年一个84年 都属于这个30岁以上的老将 但是为了自己的这个所在的故乡 为了湖北队能够有好的成绩 他们仍然是拼搏在赛场 而且是在去年才刚刚开始 这个孙晓黎作为一个孩子的 两岁孩子的妈妈 从回妈妈级的选手来恢复训练 真的是很不容易 这个江苏队 现在他江苏队的教练就是刘勇 现在刘勇是专门的为这一队老将的付出 还有参加全运会来做一个训练 和专项的训练和储备的 上届的这个全运会的女双的冠军 是赵云磊和王小离 王小离其实今年也是参加了全运会 昨天从半决赛的状态来看 并不是说特别的好 所以今天这个湖北队在选将的方面 他们是做了重新的编排 而且之前上一次 他们在小组阶段的碰撞的时候 江苏队是3比0击败了湖北队 应该从湖北队整个的 他们的计划和策略上来讲 就是想办法进入到四强 然后在半决赛当中再发力 然后再进入到金牌争斗战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 湖北队的整个的这个策略 还有那个设计 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设想来实现的 就是打进到了这个女团的决赛 成叔呢 很多人说他退役之后啊 反而是因为心态上面比较的放松了 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强的这个责任感 让他在场上的这个比赛的表现更加的 出球更加的合理 比他当这个队员的时候 还表现得更加的放松 从而呢也有更好的表现 这也是老将重新焕发风采的一个机会 前输后场的下压出现了划网 中文字幕录音乐 也会抓住了前场的一个机会 9月1号上午的这个团体比赛里边 当时江苏队派出的一双 是孙晓离和夏玉婷 湖北队是杜月和李温妹 就是一双 这场比赛孙晓离和夏玉婷 是2比0轻松地击败了湖北队 总的这个成绩是高方级2比0击败了苏晓离 惠希蕊2比0击败了王芷怡 所以在那一场交手当中 是江苏3比0击败了湖北 今天双方在决赛的赛场上 派出了完全不一样的阵容 赛与蕾确实是一位天赋非常出众的球员 他的在这个双打比赛里边呢 他的这个组织球路啊 封网的能力很强 而且整体来讲呢 他对于这个比赛的控制 非常的具有掌控的能力 天赋极其出众的一名球员 他跟田青搭档呢 曾经两度在世锦赛上 获得女双的冠军 然后跟这个张楠搭档 三次获得世锦赛的混双冠军 而且他也是奥运会的 这个冠军得主 120的伦敦奥运会 跟田青搭档 还有这个张楠搭档 作为奸相的这个运动员 其实在体力上面 还有整个的能力方面 要求是很高的 但今年的世锦赛 我们也看到了陈青城的奸相 就是他奸女双和混双 但是打到第二场之后呢 在体力方面就是 尤其是打到决胜局的时候 体力方面的下降很明显 所以现在就是觉得 这个找一个能够奸相的球员 真的是越来越难了 尤其是羽毛球的比赛 随着球拍的科技的发展 还有整个训练的能力的开发 其实他对运动员的使用 已经是过度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越来越难以找到 在两个项目里面奸相 都能够保持很高的 技术水准的球员 所以从这点意义上来讲呢 赵云磊确实是一个 不可多得的人才 重发球 成书想发一个快球 偷一拍 但是对手没有准备好 成书发球赵云磊接发 放网 轮转 赵云磊在后场 观众朋友们 在比赛中请不要使用上光灯 和博助公园拍照 观众朋友们 在比赛中请不要使用上光灯 这球是出界了 赵云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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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打就是说 真的是得快 反应得快 放发球 牛 我感觉到这个孙晓离 她是这场上 四位选手中年龄最大的 在这个前后场的移动过程里面 体力的消耗到无仰状态 确实跟不上 能够感觉到很辛苦 这些老将在全运会赛场上面的出现 真是挺有体育精神的 如果这种对阵来看 双方真是都出了最强的阵容 今天这种对阵来看 双方真是都出了最强的阵容 但總體來講實力上面 還是相對比較的薄弱 孫耀黎的發球失誤 這樣11比6對手領先 進入到技術間歇 了解決定 所以我主要做成功 所有的套餐 要做成功 這個的套餐 是一個人 這個套餐 這個套餐 是一個套餐 现在刘勇呢 就是在这个全英会的周期 过去的一年 主要就是负责这两位老将的 一个体力的恢复和保持 竞技状态的保持 其实前面的这个团体赛来看呢 他们确实还是做得不错的 完成了打进到金牌争夺战 决赛的这个目标 我们在其他的这些新闻 发球过腰了 张学磊的发球 对发球裁判判了一个发球过腰 这球拍头啊 在这个和拍面接触的一瞬间 是高过腰部很多 是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这个球就会被判发球过腰 成熟的球是一个短球 没有达到对手界内的发球线 前发球线前面 所以也是发球失误 两个人都是各送对手一分 李云辉铺一个对角线 是做一个转移 在双打比赛里边 转移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球路组织当中重要的连接 可以把对方的站位打散了 但是无论如何要连接 要前场的这种连贯要特别的快 抽了一个滚网球 中前半场的平抽挡 就是中杀一板 连续进攻 打在两个人的中间 第三拍实际上是比较巧的 他没有发全力 而是打在两个人的中间 这样谁都处理 貌似都有机会 但是正是这样的连接部位 往往是比较薄弱的环节 赵云雷轻挡一拍 这场比赛对于湖北队来说至关重要 因为从单打的实力上来说 前面看王世贤的恢复也是非常出色的 他毕竟大赛经验在那摆着 所以在单打方面就算是打到三单的话 这个惠希蕊也是目前现役国家队的选手 他整体的这个能力上面来讲 还是会保持得比较好 所以这场比赛 如果湖北队想出奇制胜的话 那么他们必须要在这场双打比赛里获得胜利 那我们看到成叔和孙小黎 这两位老将也是咬紧牙关在坚持 接杀 这个球没有能够过往 之前看到一些文章说赵云雷特别地享受 这个退役之后的时光 其实对于球员来说 他摆脱了那种日复一日 比较单调的训练和比赛的生活 没有那么多的这种额外的压力之后 反而更容易释放他的潜能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这是一个悖论 这几分 湖北队的这个分数涨得还是比较快的 这几分 湖北队的这个分数涨得还是比较快的 又拉开到五分的分差了 这几分之后 在十一届全运会上面是获得了一个女团的铜牌 然后再就是可以追溯到第二届全运会了 1965年的时候湖北是拿到了女团的冠军 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比较的早 这个全运会还没有设混合双打的项目 整个的建制都跟现在完全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这一次抓住了前场的一个机会 这一次抓住了前场的一个机会 但是无论怎么样 他这个两次出球都是手腕特别的硬 非常果断 林辉这名小将他的这个杀球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中杀 给杀的还是很尖 这个取代了赵云雷是跟张男搭档参加了格拉斯哥市井赛 也知道他是什么 我来联系相机 她是可惜笼和亚厚的任何人 还能舍党 对手 也不知道 这些地方的一个团队 对手 林辉的反击 下压过度了 现在从双方的加油阵容来看 都非常的整齐 江苏队是做了一个整的方阵 湖北队是在稍微下层的看台 是两个方阵 专门的是给赵云磊一个粉丝团 也占了一个方阵 这样的话就是第一时间 错过了最好的击球的时间 这个二次的反应 羽毛球的这个进攻时机是转瞬即逝的 所以它非常快 一般做二次的反应之后 就埋下了这个被动的伏笔了 赵云磊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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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队的教练员现在都坐在这个主席台的贵宾席上面 他们也是很关注这场比赛 江苏体育局和湖北体育局的领导也都来到了现场 其实团体比赛还是非常有分量的一枚金牌 是需要集体的智慧 比如说在运动员的训练啊 这个保障啊 包括排名不正方面都是要体现集体的智慧啊 因为在全英会的比赛里边呢 它没有这个排名的限制 不是说你的一单必须要是你排名最高的选手 一单一双 它不是按照排名来的 可以打乱这个顺序 这样 赵云磊和李云辉的局点 机会不好 打打高远 转眼睛对角线的头顶压制出现了失误 现在看到成叔的整个人的身形也比较的瘦 就是他的这种打法也不像是以前那种 指挥后场的这种重杀 他跟苏小黎的配合 两个人在球路的组织方面 所肩负的这个职能都差不了太多 就是功能性是比较平衡的 赵云磊非常清楚地有看到对方的一个空档 给我一个对角 机会不好 干脆再拉起来 不过这也是体力下降的重要标志 对角线的过度确实太累了 长多拍对于双方的体力的消耗非常的大 这样赵云磊和李云辉的组合 在第一局比赛里面是21比15先胜 场定20秒 场定20秒 第二局比赛 全云会的羽毛球赛场呢 它可以说是世界级的比赛 因为羽毛球在 中国整个羽毛球的成绩呢 在国际舞台上还是处于领先位置 而且对于球迷的福利来说 还有很多可以看到很多在国际赛场上 已经退役的这个优秀的选手 所以这个舞台呢还是非常具有吸引力 好 我 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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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还是不太默契 这位张云莱和李英辉的配合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够默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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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住了一个得分的高潮 刚才这个比赛一开始 就是先拿了前三分 对你来说旅行是什么 一车 二人 三餐 四季 一位旅行车 向往在路上 赵英蕾的父母都是搞体育的 他的老爸是篮球教练 他的妈妈是网学教练 所以这个体育的基因 还是相当的好 所以也是难得的体育奇才 所以刚才在观众席上 也有好多的人都打出了这个标语 就是希望赵英蕾不要退役 就摆脱还是播得稍微有点大了 第二局刚开始的时候 湖北队的两名选手 他们的失误还是偏多 八六年出生 赵英蕾现在还 这个应该是刚刚的过了 这个二十九周岁的生日 他应该是八月底的生日 三十一周岁的生日 对不起 还是说在连贯的过程当中 失误比较多 所以现在程叔和孙晓琳 六比二领先 节奏变一变 真可惜 这种多拍打下来之后 我总觉得对体力比较 消耗大的一方比较吃亏 他的这个出球的到位率就会下降 脚下的步伐更不到了 所以刚才明显这个成叔这个放网的时候 上放网前球 他没有完全转过来 打这个多拍 连小将李寅辉都要再调整一下 三比六 反击 哦 搶了 可惜了 这球是琼叔和孙晓黎看到了对方的一个半场的机会 琼叔觉得这球有可能是在界内 真的有可能 不过全球赛场好像没有安装鹰眼 没有挑战 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赵小毛 他们自己的节奏也是受到了破坏 所以江苏队行为不断 警告 江苏队因为刚才是觉得那个球的落地球有可能在界内 但是征求没有这个挑战系统之后呢 他们觉得这个节奏确实需要调整一下 他们申请擦地板 但是忍住裁判没有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江苏队坚持擦地板遭到了一次警告 赵云里的摆脱 赵云里的摆脱 五 比六 但是还是判给了湖北队 4比6 5比6 5比6 湖北队每分必争 5比6 6 5比6 5比1 5比6 4比5 1比6 1比6 3比6 1比6 1比6 2比6 看到还是比较准确 成熟的中虾发挥了威力 其实刚才场上出现了一些比较多的这种意外的因素 这个对于双方的球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考验 特别是江苏队 因为刚才的这连续三分的判罚对他们都稍显不利 林辉的拍弦断了 需要换一把新的球拍 他的这个右腿的膝盖这个绩效贴打得也非常的厚重 经过来回活动之后 绩效贴都已经炸开花了 羽毛球这场运动对于膝关节的力量 柔韧度 腰球还是非常高的 这膝盖不好的人打不了羽毛球 八八球 叠开球直接得分 7比9 叠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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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点 陈叔这个摆脱 又是在对角线方向 这个发力过猛的 他自己的战备 实际上已经是比较的 偏那个场边 引起来 拍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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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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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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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所以这是整个比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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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